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 台风好像影响台湾慢慢走远了 但是在政治上的强烈台风的风暴 民进党还没有结束吗 北部的五都选情全部出现了重大危机吗 对于蔡英文来说 台北诚实中出现了偷窥 东京免治马桶这种影片 被大家踏罚觉得不可思议 新北林佳龙说吃三颗白馒头会中毒 馒头厂商跳脚 然后新竹不用讲了 林志坚退选了之后 引起了网络温度计整个民调的调查里头 沈慧宏接班人直接垫底 虽然目前看起来差距还不大 实际的数字还有待观察 基隆蔡世英也出现了一个 少列参考资料没有抄袭 她也是论文的问题 如果要打论文 很多自家人也都一起重见落马 所以看看桃园呢 现在桃园郑孕彭上了之后 近期的声量 还有一个应对的主题上来讲 看起来除了郑文三2.0之外 再来就是要打对手国民党的张善政 但是郑宏卿的部分 他们除了打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因应他对于选票 基本的绿的选盘上面的挫败 郑宏卿说 其实他曾经党中央还有高层 都跟他摸摸头告诉他 如果他不要选的话 后面有很多利益要给我 但是他坚决要出来选 目的是要把民主的火种留下来 要让桃园人有光彩 就是有脊椎 我们是有骨气的 所以蔡英文政府他公开的讲 是不是等于拿职务 或者其他的好处来跟他摸头 但是他很坚持的拒绝了 出来参选之后 当然面对的是铺天盖地 很多的攻击 郑宏卿自己说 是要背骨 背骨还是要背走 要分清楚 背骨跟背走不一样在哪里 因为当初反对国民党就是背骨 因为他们很多人从国民党出来 虽然国民党培养出来 包括蔡英文总统 培养出来 但是他们离开国民党 那么但是背骨 就是放弃了原来的核心价值 清廉情政爱乡土 而其中第一个跳出来的 在德国好远 他很关心这些选情 其他德国的相关外交事务 不见得看到他发生 但是这件事情 郑宏卿第一时间就是 被谢志伟在脸书上公开的 骂他背骨 结果郑宏卿回他了 谢志伟只是躲在民进党 保护散底下吃香喝辣 民进党建党的时候 谢志伟人在哪里 吃香喝辣的这一群人 有没有想过创党精神 受苦受难被关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呢 1977年 现在有一些人讨论了这个事件 当时中立军警压制的事件 会跟郑宏卿脱党参选有相似吗 待会可以请来宾来分享 这个就在于一个 当被民众 被对压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底层的反弹 会有多么强烈的对抗 郑宏卿不是代表个人利益而已 而是一群人的声音跟理念的价值 火会不会越烧越大 在很多的分析报道里面都说 桃园的老党外 对决学运世代当然是郑文燦 这个拉下郑文燦的暗流是不可忽视 力量可能是很大的 为什么 老党外跟学运世代完全不同的 在政治氛围里头 而他们的理念价值理论上 应该要一样 那为什么现在变了呢 再来看看张善政好了 整个围剿的氛围里头 是不是打这个研究计划这个案子 被说打歪了 好像打不下去 风向一变 又打到2022 2020总统大选的过程 我又认了一下 怎么又时空倒转 说他总统大选的时候 是身为副总统的候选人 滥用维安的车子 去接送其他不该接的人 那说很好笑 这个网友都说 塔利班真的想继续 真的很想要要桃围 然后没有东西打了 只能打这个 狐狸一标会打到自己人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进行事 郑文燦不是还在着 其他同党的候选人 之前在林志坚 现在是不是在着郑运棚 到处去跑选举行程 用公务行程 公务时间 蔡总统公务时间 跑选举行程 撑街人 家族 邮金们等等 太多竹帆不及贵宰 那更不用讲陈吉仲 到底现在会用什么手法 来把郑文燦的案子 把张善政这个案子给结案 说他违法吗 那他自己说会公布 四天已经公布了 宏基举案资料 马上就要走程序 要当事人去说明 做出决定来 大家都说 公布这个宏基举案子很快 四天 但是说杂八亿就十班 该做的事情 本分的事情 现在十班鱼被禁以后 渔民还在哭诉 上千顿的鱼求受无门 颜色对了 效率才快 否则的话 选真正的渔民的生计从哪里顾 整个选情是不是产生了一个 台风风暴式的变化 先请施老师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1977年那个中立事件 我刚好是大一的时候 大一 许信良他是 我们知道他是县长 对 他是国民党拿中山奖学金 到爱丁堡大使 他是省议员现场 然后他 我记得他是爱丁堡 他是国民党算式培养 中山奖学金的 你说他是被鼓吗 我不认为 好吗 我认为说他是凭着他的良心 我觉得那时候他是很大胆 你知道我们还觉得说 他真的很有勇气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不是被鼓 是阳僵 应景 应景 所以我们桃园这边的行业 不只是西黑 还是台湖的 我觉得不管还包括我们的赖委员 对不对 他是我们苗雷等 但是他也是在那边耕耘很久 我觉得客家人 应该有这种应景的精神 OK 好 第二个我要讲一下就是说 他讲到临角讲到馒头 我就还蛮难过的 我们南方人是吃米 北方人吃馒头对不对 或者是面对不对 我两种多吃 我们大学的时候 坦白讲我们是穷学生住宿舍 就一个老兵会来卖馒头 是我们爱吃馒头 我们就是吃馒头对不对 然后当兵的时候 你如果不吃馒头 你知道就吃西饭脚会软 我们要不够工 前阵子我们有朋友 带我们去眷村菜的 还有眷村菜的那样的餐厅 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你为什么要污名化馒头 你知道南北方的人 长江黄河就是不太一样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蔡思宇那边鬼扯 我直接讲他真的是鬼扯 他就超着烧 他说因为他本来参考文艺300个 他太多的办法变成 好像少了30个 然后我跟你讲 300个有点是灌水 我必须要这样讲 我们通常有三种情况 第一个是掩耳道理 前面 后面都没有 前面没有夹注 后面也没有参考文艺 是掩耳道理 但是我作者一看就知道 第二个是前面有夹注 后面没有 表示说你知道漏来漏去 请三不要请三 连基本的训练都没有 第三个就是说 前面没有 后面参考文艺有的话 你知道这就是灌水 这三种都是抄袭 他是博士 他还不是像林志坚是硕士而已 OK 我就觉得说 其实现在民进党的这些 不管是立委还是县市首长 部长等等这些人 所有拿过博士的这些人 你们知道有什么人 一堆大家 保护委员委员可以吗 所有的拿来检查 我包括那些人我就不点名了 这些人至少我不晓得 50个也有几个这些人 不然大家没有人家在保护 保护都没东西就好 或是炒包就好 就知道了 要加工还有学籍的同样 大家来检查看看 一定死得很難看 不过也不要太早 因为下一次还有选立委 对不对 不要太早检验 OK 好 好 我倒是有些话 要跟谢志为沟通沟通 谢志为说郑保抵是白骨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陈明文本来是国民党的大咖 然后现在转到民进党去 请问算不算白骨 你不能光从你的立场来看 是 再来我们讲赵天龄 上面有赵天龄 赵天龄以前是什么党的 是台联党的 重要干部 选过台联党的市议员 后来台联党他觉得选不上了 跳槽到民进党 现在选上立委了 算不算白骨 这是从政党的立场来讲 就像1977年中立事件 那时许迅良在跟国民党之间 但他还是国民党党员 然后他参选桃园县长 他本来国民党提名 他选成议员 也是高票当选 然后中立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承认我当时在帮许迅良 因为我觉得他是国民党 很有骨气的国民党党员 那时候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我只是觉得他有骨气 我们几个同学去帮他忙 这个应该这么讲 我们当时不认识许迅良是白骨 对不对 就是说好吧 你去开除党籍 无党籍来选你 有没有加入北的党 来跟国民党竞争 你是讲的你 而且他用了党籍 用同志 用国务一项 所以我们相信他是为国民党的 一个健康的方向在打拼 所以这不算白骨 当然后来许迅良变成另外一个党 这可能算是白骨 如果照着谢志伟的定义来讲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政党界限的白骨 可是另外一种族群对象的白骨 谢志伟是外省人 是蒋介石带到台湾的来 他一路都在骂蒋介石 请问这算是白骨 你要至少有恩你家族 有恩你的爸爸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不要随便把白骨 扣到人家头上去 那郑宝卿是什么 桃园真正的在地人 你曾孕鹏不是 绝对不是 第二个曾孕鹏选立委之前 只说他老婆是桃园人 他自己也没租过桃园 所以也是空降部队 所以我是觉得这怎么讲 不要随便扣人家帽子 那这个民主党